八字上课,那也是最后一字上课 然后我们大概的重点会摆在于就是 同学对Slynian 那个部分很有兴趣 所以我大概就讲一下所谓的Slynian这个东西 这个套件 它的使用的重点在哪里 当然 因为其实前面我们讲扒虫 可是扒虫有部分就是说如果你遇到那种网页 它是所谓用一个技术叫agents agents就是所谓的非同步 也就是说它那个产生的资料并不是说你重新再载录一次 或重新get一次网页的资料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你便宜说它的动作触发的点 通常就是说它可能是按个按钮 或者它甚至不按按钮 它可能只是一个卷轴的卷动 或者是滚轮的滚动 那它就会自动非同步的自动去把 那个它server端的资料 帮你下载下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之前那个get的方法 那就抓不到资料了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啦 你要抓那个资料 你变成你要按一下确定一个按钮 或者是你要在下拉清单再点一下 它资料呢 才会重新给你的话 哇 那糟糕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 你就没有资料 那怎么办 你要怎么样去 有点像模拟那个滑鼠的动作 点击的动作 OK 那所以如果你将来呢 有抓资料 是会遇到就是说你需要 用点击 才能够产生你要的资料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用selenial就非常的好用 除此之外 那用前面讲的方法其实就够用了 所以呢 其实最好的方案是 未来呢 其实selenial你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像那个Beautiful Shook 也就是你点击它 它会产生新的资料 然后呢 你再把它抓回来 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来一句 我就把selenial大概讲一下 第二个 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 那我们还有那个证照的第四类 就是如何产生那个图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将来呢 希望把那个 我们抓下来的 就是 呃 表格的资料 也许报表的资料 如果我希望哦 能够像Power BI 有没有 可以绘制 图 而且图还不止一个 可以多个 像那个Power BI 有Dashboard 有没有 我像一下子 有点像那个仪表吧 每个每个都全部帮我把每一种 我想要看到的图呢 都可以秀出来的话 那在Python里面该怎么做 其实当然 Power BI 用滑鼠键盘点一点 你我也给它资料 它帮你做一些统计分析 就可以表出来 但问题那些东西 那些功能呢 都是制式化的 但如果你要客制化 有时候就会遇到问题 因为有些功能没有 那很抱歉 或者资料呢 你必须还是要透过程式 帮你处理完 才能够做后续动作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料 你就没办法玩 所以怎么做 甚至哦 未来爬虫 网路上的东西 也可以一系列全部都把它画成图 也是OK啦 只是说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用Power BI 就会有很多的限制 毕竟它是一个 所谓的套装软体 那套装软体 就是说 它有这个功能 你就做得到 但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或者即便有这个功能 因为它不是写程式的 所以差一个参数 你就做不出来的 有没有 像很多外部档案 或者像爬虫好了 如果你Power BI 你要爬网路上的资料 我记得它有这个功能 但是很难用 等于有跟没有 是差不多的 有没有 还有啊 汇入大量外部资料 也有这个功能 但问题呢 功能也是很阳春 而且有时候很难用 那我说真的 有跟没有 而且对我们习惯是 所谓的客制化习惯的人 一看到那个功能 我觉得那功能简直是 变成说你要用那个功能 你就变成说你要变出它需要的那个data 那我如果要把那个data变出来 我干脆我全部用程式来写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 就是说变中间还要换一个程式 然后再做 其实大家也可以啦 只是说如果 习惯上 不然就是如果Python可以全部做 那我就从头把它做到尾了 如果 除非说 有些功能 实在还是不如Power BI 好像仪表板 它将来要输出到手机的APP 有没有 其实Power BI就有这个功能 但是Python目前是没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 那你只好 之后也许就输出资料到Power BI 让它可以publish到它的server 然后呢 在手机上可以看到 其实有一个方案 所以后面也许两个重点 一个是linear 一个是画图吧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个小时 时间是非常的紧凑 所以今天接下来看一下 那上次上课的话 大概就是把Pandals部分给做出来 那Pandals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你有点像 Pandals有点像是 Excel能够做的所有事情 Pandals几乎都能够做到 尤其比如说像枢纽分析表 那其实你可以 也可以把Pandals 拿来做类似枢纽分析表的事情 绝对没有问题 OK 甚至Pandals里面产生的Data Frame 将来也可以为给那个 我们要画图 那个MainPri-Lab 那个其实也可以为 除了可以为串列之外 也可以为一个Data Frame Data Frame还记得吧 中间的就是Values 上面就Colens 左边的话就是Index 有三个东西 OK 那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建一个Data Frame 那你就用这三个一定要有 有了之后的话 将来你也可以 再为给那个MainPri-Lab 这部分当然就是灵活的去使用 那所以今天的话第一步 我们请各位先看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好了 云端白板里面的D0608 这个Selene 用Selene下载网页 那特别注意 Selene这个安装其实比较麻烦 为什么 因为它有点像是去呼叫那个Chrome浏览器 那呼叫Chrome浏览器之后 有没有 那你可以去上面做一些动作 你可以把那些动作记下来 让它再重跑一次 那跑一次之后的话呢 把它跑完之后的那个网页 有没有 再把它里面的程式码抓下来 或者说啦 你把跑完的程式的程式码 再丢给BeautifulSoup 让BeautifulSoup 去把里面的东西抓 有没有 再抓回来 抓你要的东西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可以避开什么 比如说那个之前我们 像我们有个范例嘛 Google 吴老师的关键字 结果我要抓里面的东西 奇怪抓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知道我们是用Request 不是用浏览器 所以我们后来有加一个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Headers 你们还记得吗 Headers就是模 就是有点像模仿 模拟一个伪装 伪装一个浏览器 然后再去抓它的资料 那就OK了 可是另外 Slinia假设我要做通话事情 我根本就不用伪装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直接把那个 什么 浏览器打开来 然后呢 我就在上面输入吴老师 然后按搜寻 搜寻到 那个结果我把它存下来就好了 OK 可是问题 如果今天要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动作还蛮多的 而且还蛮麻烦的 我觉得这边牵涉到 有点系统安装 所以 第一个我们必须下载一个什么 Chrome的driver 那这个driver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driver 你就没办法去呼叫 这个Chrome浏览器 而且特别注意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你的Chrome本身 你的驱动还有不同版本 所以第一步 你可能要先点击 你浏览器的左上角 有一个三点 有没有 三点点下去之后 找到一个说明 说明里面的话有个关于 关于部分 特别注意 这点很重要 因为你选错版本 它一定不会work 而且跟各位讲 它如果版本要更新 你drive要重新下载 否则不对的版本也不能work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确定什么 你的版本是哪一个 OK 所以要点三点 然后说明里面的关于 那我点出来之后 我发现了 我的版本是84 后面有一堆 而且还有64位元 不过不重要 主要是最重要 是这个版本84 我知道我的版本是84 所以第二步 我可能就要到我云端版本 上面有个连结 这边连结的话 就是下载Chrome的driver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有个index 有个index of 你要往下找 找到就是 因为我这个版本是84 所以你要点击它 然后找到 记得不要选错 记得选那个什么 Chrome的driver 后面有个W32 这个版本 那你想说 老师不是64位元吗 不过跟各位讲 因为他没有提供64 他提供32 Win32 32位元 其实34位元有向下 就是向下相容 也就是它64跟32都可以用 也就是如果你假设 你电脑还是32 也可以用这个 64也可以用这个 也就是两个版本都OK 那你就把这个版本下载之后 并且把它做什么 解压缩 所以我刚刚已经把它解压缩了 解出来 把它解压缩至词好了 OK 解出来之后的话 那再来做一个动作 我解出来 好像解到 修改日期排序 解出来之后的话 那我就再把它解出来 把那个解出来的东西 把它丢到哪里 把它解到这里 OK 那解出来之后在这里 OK 然后呢 再来特别注意 请各位 就直接把这个版本 直接拖拉到我们的SRC下方 好了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些 不然的话 你将来还要指定它的位置 比较麻烦 我建议直接把它放到SRC的下方 这样它比较好涨 也就是说 必须把这个Driver怎么样 丢进来 像我这边已经有拖拉 或者你用复制贴上来也可以 把它从这个版本 把它放到这边的 我刚刚是把它直接拖拉 或者你要按右键复制 这边按右键贴上 所以这个地方我已经有 这个Chrome的Driver 那特别注意 一定要有ChromeDriver 后面的东西呢 才可以Run 如果你没有这个ChromeDriver 很抱歉 你做的任何动作 都不会Walk OK 第一步 应该没问题吧 那第二步的话 不过我跟书上讲的 可能会应该差不多啦 只是书上给的版本是旧版 所以你即便拿书上的ChromeDriver 拿过来也不能Walk OK 那你们用哪个版本 也是一样吗 也是这个 OK 当然你要确定是不是对的版本 因为Chrome的版本错误的话 它也不会Walk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说 说明里面的关于 这个要先确定一下 然后再来第二步的话 还要再装什么 装这个 fromCelinear 所以你一样 要把这个Celinear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做什么呢 到那个 到那个 我们的 python的374 这边点一下 cmd enter 跳出来之后的话 再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 python 空一个 就是直接 pipe install 然后Celinear 就把它装起来 一定也要装这个Celinear 因为我给各位的这个版本 没有Celinear 所以一样要把它装起来 OK 第二步 应该可以 可以懂这个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 应该就OK了 这两个步骤 第一个 ChromeDriver 第二个 Celinear的套件 好 两个了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我先写了一个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 就是之前我们那个 搜寻吴老师的东西 结果那个搜寻吴老师东西 它里面有一个 就是保护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电话一下 在这个0608里面的第7页 主要是 这一段程式码 那这段程式码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那个 录制的动作录下来 然后呢 就丢到这边来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那 这个地方的话 也就是说呢 后面我先不要存档好了 先把它 这个 OK Chrome 先不存档 OK 那我跑一下给各位看 这边的话呢 執行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什么呢 slinion input它的一个 web driver 也就是说呢 刚刚有一个 Chrome driver 利用它呢 可以再去把 Chrome浏览器 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我里面做什么呢 就是 send一个key 什么key呢 就是吴老师 send到哪里呢 send到那个上方 然后按个 send就是说 确定 然后它会把结果 帮我显示出来 然后最后把它close掉 大概这样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我slip slip imput time time time的话就时间嘛 slip就是 让它停在那个地方 程式停两秒钟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太快 那打开马上关闭 那太快 我把它停两秒钟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给各位看 OK 你会发现执行 有没有 打开了嘛 再来的话呢 就直接在什么 在上面输入吴老师 停两秒钟关掉 没有 应该可以懂 那逻辑吧 也就是说 特别注意 这些动作 其实 那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知道 说这些动作 程式该如何写 很简单 待会跟各位讲一个 外挂 那个外挂的话 就是说 以后你在浏览器做任何动作 它都会自动帮你产生 对应的程式嘛 你们不是这样吗 真的吗 真的吗 那 有点像 有点像 录制聚集有用过吧 VPA里面有 那个 Excel里面有录制聚集 对不对 对 那意思就是一样 也就是说呢 有一个工具 它可以帮你把 你在浏览器做的任何动作 录制下来 而且会产生对应的程式码 那你就把那个程式码贴到你要的位置 它就会帮你跑完结果 你再把那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存起来就好了 你应该懂这个意思吧 我知道这个意思 可是我们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待会会教各位几个方法 就是第一个 可以产生一个外挂 那那个外挂的好处 但那个外挂 你必须要安装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请会往上卷动 就是这个东西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 叫做什么 什么 Catalog Recorder 真的吗 这个太好用了 这个实在是太棒的东西 因为等于是说呢 你网页上面的动作 你可以先记录下来 然后再把它跟 这个Selenor 这个套件结合 老师你这个是只有Firefox的版本 还是Chrome的版本 本来只有Firefox 本来 但是最近我又看 它又有Chrome的版本 所以当然呢 以前我是直接在 因为变成你很麻烦 你要再弄一个Firefox 那我觉得干脆如果Chrome有 可是早期是没有 它后来又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因为Chrome 不允许它把它变成外挂之类的吧 我不管了 如果现在有的话 那我们就装这个东西 有吗 对 之前没有 OK 那 你就把它装起来 至于怎么用 其实刚开始我已经踹蛮久了 所以我分享一下 这有些东西 网路上不见得Google的到 因为很多其实就是想 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然后并且带一个题目 也就是类似的 你一定要用类似卷动的 这也是上科学员有提到 因为它每天都必须要抓某部分的资料 它那个资料就是一定要卷 就是要卷动 有点像滑鼠一定要点一下 它那个资料才会出现 就是用A卷写的嘛 那它变成说如果 它不会写程式变用人工 人工的话每天就是这样一直点 底下有一个范例 就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 你把它点击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观测资料查询 然后每天的工作 就是说这边有 从台北市一直到连江市 然后台北市本身 一个县市就有很多的测账 这个应该是监测什么 监测 我不知道监测什么 它每天都要做什么 安部底下会产生这个资料 然后当你点击台北 台北的话呢 这个测在里面的资料 它要变更了 有没有 但是网页其实没有reload 这个就是所谓的agents 然后呢 它必须怎么样 把每一个地方都点过一遍 竹子弧 又把这个竹子弧资料呢 又在点击 然后产生资料 它又把它复制贴下 复制贴 它每天的工作怎么样 光点这些事情 它就点了 每天就要做这件事情 恐怕就要耗掉一个早上 而且很多 你会发现 还有台北市 新北市 每一个又是一堆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我不用这样点 也可以自动帮我把这些资料抓取到 然后并且存档起来 最好啦 后续我是没写 其实最好可以输出一个CSV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自动 甚至写完 写一个程式自动再输出 甚至寄给人家 或者做好之后 就自己寄给老板 那大家设定时间 老板以为你可能要到下午 下班前才会收到这个 你就设定下班再给他就好 实际上你根本不需要 可能大概一分钟就搞定了 但你 不过前提是如果你有这个程式 跟没有这个程式 你看相差会多大 OK 所以这个 这个应该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挑战性的 有没有 每个都要点 那我们就要模拟 可是问题来 我要怎么模拟刚好这个动作 然后呢 让它自动跳一个 并且把底下的东西抓下来 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Seleneal 我这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那跟各位讲 这之前我本来是用VBA写的 VBA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因为VBA里面 也跟这个有点类似 就是说VBA里面呼叫的不是Chrome浏览器 它呼叫是Ie浏览器 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把Ie浏览器叫出来之后 然后一样可以模拟这个动作 然后并且把模拟到的东西抓取下来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只是说换个地方去做同样的事情而已 哪个地方比较简单呢 其实Python好像有简单一点点 OK 但我觉得难度两个都其实还蛮难的 OK 所以待会我会带这个练习题 你们可以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把刚刚第一个 就是那个Driver先把它下载 并且拖拉到我们的SRC根目录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或者其实另外一个 可以放在Chrome浏览器里面 不过我觉得放在Chrome浏览器有点麻烦 因为你还要找到Chrome浏览器的安装路径 打不如怎么样 直接就把它放到这个根目底下 反而将来你比较好更新 因为如果说Chrome 你将来Chrome更新变成84变85 85变86 那你Chrome的Driver要重抓 如果你Driver不对的话 它也不会握可 这可能要注意 第二个的话是装那个Selineon Selineon把它装起来 第三个的话呢 请各位Run一下 Run什么呢 Run那个 我这边有一个呼叫Google浏览器 在哪里呢 在这边 就是在我的0608的第六页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一段程式 这段程式就是呼叫Chrome浏览器 并且在Google浏览 Google的网页上面输入吴老师 然后把吴老师所产生的那个网页里面 第一个page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抓下来 大概是这个动作而已 那这怎么做 其实以后的应用就这样 它主要是什么 第一个 如何把你想抓的网页 让它动一下 第二个的话 动完之后 你要看到那个东西 你要把它抓下来 所以其实Selineon最好用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里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这样用的话 等于是应该你看得到的东西 就绝对抓下来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只要浏览器上面的东西 只要它放上去了 那你也没有道理抓不下来 OK 所以这一招我想应该也够了 再配合那个Beautiful Ship 然后再配合前面的方法 我想这个爬虫也够了 OK 当然这个爬虫可深可浅 我是觉得这个延伸性非常大 可以做的事情也非常多 像刚刚同学是抓那个hotel.com 甚至你可以把它勾打 甚至多个网站的比较 多个订房网站 甚至你还可以跟官网上面的网站的价格做比较 也可以提供一些service 但不一定是这么popular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如法炮制 当然你就可以产生一个service 网路上的东西我都可以帮你比较 当然这后续其实可以做产生出很多的商业价值 有没有 这中间其实有个利差的 OK 这个利差的话你可以动动脑筋 其实也可以再包装成一个商业模式 其实就可以定一个价格了 你要做帮你做这些 没问题 我收一个钱 OK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个网站 因为有些人每天都要抓 每天都要抓问题 如果他抓他就土法链钢 那我说没关系 我帮你抓 那我每天按时都直接寄没有给你 其实你是写一个自动化程式就好了 对不对 时间到你就寄给他 时间到你就寄给他就好了 对不对 而且如果你有很多会员 你就不同的时间寄给不同的会员 给不同的资料 那说真的 这能不能收钱 绝对可以 有没有人需要 太有需要了 很多人其实都每天都土法链钢 做很多事情 你只是帮他们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话 这不是好事吗 这也是功德一见 是不是 OK 但是问题 这个技术的门槛 对他们来说是太遥不可及了 可是 现在我要讲的东西 就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学会了 其实相当简单很多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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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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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